老伴去世后,王大爷想要取出老伴名下的30万元存款,不想却遭到了银行工作人员的拒绝,一气之下,老人便将银行告上了法庭,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? 王大爷今年95岁,是北京某乐器厂的离休干部,2015年6月,王大爷想将自己30万元的积蓄存入银行,考虑到自己年龄大了,王大爷便将这笔钱存到了老伴与大妈的名下,存期为一年,但他没想到的是,半年后,也就是2016年1月27日,他的老伴与大妈却突然去世了。 在处理完后事之后,他想将老伴名下的存款取出来,存在自己的名下,于是王大爷便拿着银行卡,老伴的死亡证明,户口本等证件来到了银行,王大爷觉得,只要带足了资料,输入密码,就能顺利地取出存款,可他万万没想到,在输入密码的时候,却出了差错,原来,王大爷曾和老伴约定,用谁的名字开户就用谁的生日来做密码, 可当王大爷输入老伴的生日之后,却显示密码错误,于是他又试了下自己的生日,可让他没想到的是,这个密码也不对,可他们的密码用的都是两人的生日,难道是自己手抖之下按错了键? 于是王大爷又输了一次,然而这一次还是不正确,不仅如此,在输入三次失败后,存款账户也随之被锁定了,于是王大爷就找上了银行的工作人员,可工作人员却告诉他,在储户死亡的情况下,账户一旦被锁定,其名下的存款就变成了遗产,按照银行的取款程序, 储户死亡后,继承人需要到公证处去办理继承权公证书,证明自己是储户遗产的唯一合法,继承人才能将钱取走,可王大爷和老伴自1964年结婚后,始终没有生育子女,父母更是早已过世,自己就是老伴唯一的继承人,这还用证明吗? 户口本就可以说明一切,但银行工作人员却指认公证处的公证书,无奈之下,王大爷只好委托侄子来到了公证处,在一番咨询之后,王大爷的侄子了解到,想要开具继承权公证书,除了要出示于大娘的婚姻状况证明,和原工作单位信息等材料外,还要出示其父母的信息, 王大爷的侄子觉得,既然有了明确的方向,接下来逐个办理就可以了,可让他没想到的是,他着手办的第一件事就出了岔子,王大爷的侄子来到两人的工作单位调取人事档案,却惊愕地发现,两位老人曾经收养过一个养子,可实际上,2011年老人就和养子解除了收养关系, 而且还签订了解除收养协议书,可公证处的人却以无法确认其真伪为由,让他到法院去做鉴定,并声称只有法院鉴定协议有效后,他们才能给办理,几番周折之后,2017年5月, 王大爷终于拿到了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裁定的,王大爷夫妇与养子的解除收养协议书有效的证明,虽然证明是拿到了,可与大娘的父母已经去世40多年, 早就没有了相关的信息,无奈之下,王大爷只能将二老的墓碑给拍了下来,就这样,王大爷带着相关证明来到了公证处,好在公证处的工作人员没有再为难他, 让他顺利地拿到了继承权公证书,在拿到公证书后,王大爷又一次来到银行,本以为这次他一定能如愿地取出钱来,可让他没想到的是,银行却又出了难题,说判决书上必须明确规定, 这笔钱是留给了王大爷,王大爷才能拿到这笔存款,可是于大娘并没有利益住,公证处是不可能给出具这样的证明的, 之后,尽管王大爷又去了街道办,派出所,民政局等六七个地方,可绕了一圈后,他依然无法达到银行的要求, 那么,王大爷到底怎么才能取出已故老伴名下的三十万元存款呢? 据银行工作人员介绍,其实,对于年龄大的老人,银行是有绿色通道的,像五千元以下小额取款,如果对方能够提供正确的密码,不用办理公证就可以取款, 但是对于五千元以上的大额存款或继承人不能提供正确密码的,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存储管理条例的若干规定, 继承人应向银行出具享有继承权的公证书,对继承权有争议的,亡点需要根据相关法院判决执行,也就是说,唤醒逝者存款的途径,一是公证,二是到法院起诉,既然银行不认公证处的公证, 那么王大爷只能将银行告上了法庭。 在法庭上王大爷陈述了自己的处境,而他的律师也为他做了辩解,按照法律规定, 储户死后,储户所有的法定继承人都变成了共同的债权人,也就是说,王大爷作为债权人,他有权向银行支取老爸储户账户里的钱。 而从另一方面讲,尽管于大妈没有利益住,但根据继承法规定,于大妈的三十万存款中有一半归王大爷所有, 而另一半则作为遗产由继承人享有,而于于妈上无父母,下无子女, 王大爷就成了他唯一的法定继承人,享有存款的所有权。 而银行的辩护律师却声称,他们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,遵循的是保护处乎利益的原则,并无明显不当。 最终法院判决,于大妈三十万元的银行存款及利息归王老先生所有。 2018年5月2日,历经两年之后,王大爷再次前往银行,顺利地将三十万元存款及利息取了出来。 取完钱的王大爷也很是无奈。 他说,如果当年老伴留下了遗嘱,对这三十万元存款有个明确的说法,这两年他也就不用四处奔走打官司了。 在传统观念中,遗嘱似乎总是与死亡挂钩,因而不少人既会谈到这个话题。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,遗嘱的本质是依据法律规定的方式,对个人深厚财产或其他事物做出提前规划。 据中华遗嘱库近期发布的《2020中华遗嘱库白皮书》显示,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定立遗嘱,年轻人愿意立遗嘱,提前谋划未来。 这是好事,但是,要让这件好事有好的结果,相应的公共服务,政策法规都需要与时俱进,为更多愿意立遗嘱的年轻人提供方便,也让立遗嘱本身变得更规范。 对此,屏幕前的你有什么想说的呢?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,新来的小伙伴别忘了点点关注,既方便浏览往期的视频,还能收到最新的资讯。我们下期再见。